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觉得这出戏太精彩了 可是这出戏不是人写出来的 这出戏是上帝编的 上帝带领约瑟走他的人生的历程 我很喜欢看传记 因为我每次看传记我都觉得 上帝传记就不是人写出来的 不是个小说 小说是人写出来的 传记却是记录了上帝在许多人生命当中 那个很奇妙的带领 我常常觉得上帝写的故事 比我们编出来的精彩多了 约瑟的人生就是这样 而约瑟的人生 在他的生命当中 遇到那个很大的转折的时候 我相信前面从17岁到30岁 那每一天日子都很难熬 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这样一个为奴的日子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这个被陷害的日子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那个被关在监牢里的日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走过这段路程 那是最难熬的 如果知道就是10年 20年 30年 不管是多久 我知道就是那么长的时间 你就慢慢数馒头吧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然而神的时候到了 我读给你听 当法老知道 他的国中在监牢里面 有一个年轻人会解梦 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 我读给你听 圣经是怎么说的 他说法老随即拆人去招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间 然后赶快帮他剃头 帮他刮脸 帮他换衣服 然后赶快把他带到法老面前 那里面用了几个词 都是赶快赶快赶快随即 马上 然后急忙带他去 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主的脚步极快 那你说 主啊那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呢 恐怕不是我们在等神 是神在等我们 神等我 学会我生命当中该学的功课 如果我没有学会那些功课 我永远没有办法到下一集去 如果我高一的功课 没有pass 我永远没有办法念高二 不是老师故意整我 而是我没有通过 上帝从来不会整人的 祂是爱你的 但是我们要学会我们的功课 当你把功课学会了 神的脚步极快的 因为神等约瑟等了很久 我很喜欢以赛亚书里面说 他说等候神的是有福的 因为神也等候要施恩给我们 看起来好像是我等神 其实是神等 神等着约瑟说 你赶快学会吗 你赶快学会 你学好这个功课 我要赶快带你到下一站去 因为神今天也在对你说 祂在等你 我为你祷告好吗 我求神对你说话 祂告诉你 在这个过程里 祂到底要你学什么 让你明白神的心意 你跟主一起合作 学会这个功课 祝福你 很快的 你会惊艳 神的脚步极快 祂第二次